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我们来继续啊 像这样的东西 这个东西我们说实话 你们虽然很多人都在这种 但是可能还真不一定分得清楚 那我现在讲的是我们的 目前主流的网络接触处断 各位,老实的淘汰的 我都不再多说 因为在原先我们是还有拨号 SDA,DDA 我们指的拨号是那种叼卡线的拨号 就是56K的那种包吨的 然后这种东西都淘汰了 早都没有 我们目前主流的就是这样的情况 第一个是 目前我们现在最处计的 AHSR AHSR这个中文名字叫做 非追称数字用户环路 什么叫做非追称数字用户环路呢 它的作用是这样的 它是什么 嗯 没写吗 没写 好 那么我们说一下 非追称数字用户环路的意思是这样的 看 一个 一个 往线 同线 OK 那如果正常的话 是不是应该是一匹对半 下一个用来下载 一个用来干嘛 上传 好了 那我现在问你 你在访问网络的时候 下载的数据多 还是上传的数据多 下载的数据多 下载的数据多 绝大多数的数据量上都是下载的 那这样的话 如果把线路对分 那么就会出现什么情况 上传的信道数据会被浪费 不能完成使用 能不能 那什么叫做非追称数据的数据多 指的就是什么 它把整个带宽 拉下来之后 只留很少的一部分 其他的都是下载的 这个很少这一部分是双向的 也就是说 尽量下载 也能办法上传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说 带宽是不是得到了充足的用 能听到吗 所以啊各位 你们会发现 在你的家用的网络当中 下载带宽和上传带宽 完全不是对动的 明白 下载的时候 是能达到很快 但下载可能只是 它几分之一 听懂吗 上传 原因就是这个 听懂吗 这就是非对称数据用的环络 这个原理 OK 那么 1.3是有一定的局限 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速率 各位 如果我们要详细讲 它其实是把这里 又分成了B性道和D性道 用来区分下载和上传 不说了 我们大概有了解就行了 这种技术就快淘汰了 它就那么粗是吗 你明白 它是一个同型而且很细的东西 明白了 说什么 它能支撑 虽然说ABSR可以有二代的这种鞋印 但是 我们目前国内能使用的只有ABSR一代 因为电话线的存在带 它的数量力线 听懂吗 那这个时候就会导致什么 它是什么 最大部分的 八兆 它只能支撑八兆五 最大 明白了 现在我们说 虽然在绝大多数的地方 我们用的接入方式还是ABSR 但是一些大多数式 一些省会者式 比如说像北京 比如说像我们家兰州 现在入户已经逐渐在改造出的贡献 各位 我们北京 整个河东湾地区是北京的四点地区 然后呢 所有的小区全部光鲜入户 直接接入到你的楼道 只要你缺生气 就可以马上升级光鲜 一天就多 时间就很快 明白了 那这种情况下 ABSR就肯定会逐渐地回来 最大的关系就是 它的速度是有上限 而光鲜呢 理论上来说 是指上限直角以外 大于我们 现在就使用带宽直 好了 那 虽然现在它还是我们目前 用的最高的 但是 可能它已经到它的技术 升起来的默契了 OK 但是 一点想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这是最大的好处 是吗 电话线是不是已经遍布全国 像我们这种国家 像我们这种国家 东部省份是不是已经没加入过 西部偏远地区是不是也可以达到村几点 电话线是不是也能到村 没问题吧 村是不是就是我们最低的行政区吧 不会再小 再小就是户 对吧 没错吧 所以 英文电话网络成本已经 就是已经破建完成了 所以 ADI-3不限 基本上就不用再考虑这个 不限的这种成本了 所以它利用电话线 现成的成本 所以成本是不是非常便宜 能听懂 其次 它跟我们老式的这种 波号网络来讲 它跟它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什么 上网同时是不是可以打电话 啥意思 就是什么 网络贷款和这个数据通信 语音的文通信贷款 是不是独占相同的信道 OK 说明什么 上网是不用交电话费 你们跟着吗 啊 上网是不用交电话费 你们跟着我说一说 各位 为什么要说 我不知道你们用过 拨号上网吗 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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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怎么可能 各位 首先我们说一下 最早的时候我们叫做拨号 上网 他们是需要 当时就说的 拨号 拨号 OK 那么 它有一个最大的局限 就是带宽速度 它的速度是 知道吗 我好上网吧 五十六 单位是什么 然后呢 BQS OK 那好了 BQS是什么意思 没错 不是KB 56K 单位是比特没有 各位 计算机的最少运算单位是什么 在计算机当中 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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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比特指的就是一个0101二星之位 那 下来 是不是才是字节 BIT 一个BIT等于 八个比特 OK 然后 然后呢 是不是才是千字节 比KBIT 等于 1024的B 能看到吗 不写吧 能看到吗 那各位 多少速度数多大 56KBPS 那它的实际每个速度数多少 它是不是还得除一半 插入 怎么插入那个 数字符号除啊 公式符号 二三 两个字节了 除 除 没除啊 除 它写成那两个东西看回来 我想写成那个数 有吗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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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 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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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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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说奥特斯加他就不会 他看到了吗 出一半了 出一半了 蛤 所以理论下载速度最快多少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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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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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 非常好 媽媽 聽懂媽媽的事兒嗎 小心啊 代表犯罪目的單位可是BTS BTS指的是比特能量 聽懂嗎 你們專業學這個 連單位都不知道 太丟臉了 聽懂嗎 記下來 牢牢記下來 聽懂嗎 好了 多好 多放上了最大的第一個問題就是 慢 這樣的問題 在上了的同時你是不能打電話 因為它其實是用的模擬信號 也就是說 它用的就是你的語音信號就是信道 也就是說 你在用播號上網的時候 不光需要掏寶貝 還需要幹嘛 還需要掏電話給你 各位 我是在1998年第一次接入同樣網 90年 應該是 買完電話之後 買這個帽 接入了同樣網 各位 當時上了的費用是 4塊錢老費 1個小時 4塊錢電話費 1個小時 也就是說 上一個小時老多少錢 8塊錢 貴嗎 貴嗎 你今天是不是都知道要貴嗎 啊 貴嗎 但是當時全國的平均工資水平是600塊錢左右 現在是不是將近5000塊錢了 啊 貴嗎 非常非常非常貴 可能按照這個物價比的話 是不是可能還要再翻8 5 8 40 8 8 6 4 6 4塊錢上一個小時 差不多就去就可以了 人家說什麼 貴嗎 非常貴吧 但是 A-SR 最大的好處當時覺得 最大的好處就是 不用再掏電話費了 啊 掏網費什麼就可以了 所以當時覺得突然直接便宜了 啊 聽懂啊 好 有沒有意見 有沒有意見 確認 其實這個時候不是確認 為什麼 電話線是在那裡以前不玩了 要耗費一塊 短期也收不回來了 能聽到 最大的問題是 這兩個 貴嗎 最大多少 8兆BPS 也就是說 每秒鐘最大散的都是已經照避 是不是 那當時覺得還行 現在是不是已經不夠快了 啊 那各位還有一個具有大的問題 這兩個IP 啥意思 每說個號是不是都給你一個HG去試 啊 下次等你一段落 這HG是不是就說回來 下次不好再給你另外一個新的 它有問題嗎 有問題嗎 有問題嗎 對 個人用不使用 沒有任何問題 你隨便可以用 聽懂嗎 但是 對 不如能用來打服務器 你想想 服務器是用來 郵名書店 解析在IP上 你的IP上會面 能行嗎 肯定不行 聽懂嗎 所以啊 各位 這個東西是不可以的 但是 目前我們絕大多數 中國主要的這個接觸方式 還是HG下來 OK 但是它逐漸在下什麼 光纖入戶來準備 先是我說 光纖入戶的原理 基本上和HG相一致 現在採用的時候 也是波號技術來實現 但是 只是什麼 傳輸技術 傳輸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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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銅線方面來 光纖不特別 對不對 光纖的好處是 速度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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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啊 這東西是啥 波力吧 波力吧 沙子融化之後 什麼就是 基本上可以認為什麼 隨時不接 不像銅 它肯定比銅是比較便宜 只是 各位 您不要以為光纖比銅線便宜 不是啊 目前的情況下 光纖可能比銅線還會 因為它的工藝很難做 它是要造成這個 非常細的導管 中間是不是不能斷 不能立 是吧 所以 小心 光纖絕不允許電 是吧 180度360度對折 絕不允許 OK 我不讓你們見過嗎 多餘的光纖 在專業的工程手裡 它都是這樣的 都是這樣的 明白 你說是吧 老先生啊 斷了之後就比較麻煩 是不是還得整個都在換 OK 其實 最早的時候 還有一個問題 是嗎 光纖裡傳的是什麼 光 是激光 不是普通光 只有 經過過激光 才能達到遠距離傳輸 能更多 那 怎麼產生激光 我不知道你們有這個概念嗎 有這個概念嗎 沒有啊 多說一遍 最早的時候 要想講 這個自然界 產生激光 只有一個辦法 採用純淨的紅寶石 然後打入這個光源之後 讓它在裡面震盪 它 紅寶石會增幅你的光源的震盪 也就是說 越震盪它越強 明白 然後呢 震盪的同時 會把其他的有色光過濾 也就是說 只如紅色光 其他的光是全部消失 白光是漆色的 明白 我說什麼 對嗎 這麼多人間 然後呢 過激完成之後 在紅寶石當中 不斷地震盪 達到人間之後 就可以穿透紅寶石的邊界 就可以射出 這就是最小的激光 它的好處 光源重建 然後呢 這個 怎麼說呢 散射小 損失少 距離遠 對吧 我們現在 是不是都拿激光來做測具 測具 是吧 非常準 但是 好 各位 成本高了嘛 那個紅寶石 雖然說不是耗彩 但是 一般來說成為成金紅寶石 是不是很難得 所以 基本上買不起 所以啊 在最早的時候 激光發射裝置是非常容易 但是 現在我們是有人工取代方法 是其他的方法可以取代 這樣的話 就便宜多 但是 還是很貴 咱五年前 普通的交換機 我指的不是這個交換機 是四顆的 帶操作系統的交換機 OK 不再激光發射設備 大概是一個標準的 一個新的24核 最低配的 這種 2950這樣的類似的系列 大概是 兩三千塊錢 就能買到 但是 只要加入激光光源 它的價格就會翻到八千里以上 就是多了一個激光光發 明白 當然現在可能 不能用的 但是 插序還是有的 OK 具體的插價沒問題 因為我們現在 不再做這個東西了 OK 聽到這首 好吧